早安,來到旅程的第六天 今天去Gastor吃早餐 這間叫Gastor 綠林公園店 在網上看到的有一個新的Bang Cake Menu 所以就來試試 這間餐廳比我們去的Gastor 坐得更舒服 在我們酒店那邊走過來大概是二十多分鐘 很鬆軟 很鬆軟 它是用Bang Cake味,但用了鬆餅 但外面那層又是Bang Cake 好 一一八六日圓,即是每人三十多元 而且飲品仍然是無限添飲的 真的要走了? 我還有很多地方未去 甘都比羅宮 遠歸城 和四角村 都沒有去到 之前還聽人說四角很悶 我就覺得很精彩了 駕駛了一小時車 入了德島縣的範圍 就來到這個地方叫做大埔危 立即就去買船票 搭這個觀光遊覽船 船票是1080日圓 很漂亮 今天天氣很不錯 沒有太陽 不用曬著 很燙 因為如果很熱 背著船票也挺厲害 而且不太曬 就不用開這個帳篷 這樣可以看得很通透 我開了船嗎 5至10分鐘左右 5分鐘左右 5至10分鐘左右 對 很平靜 對 不平復 太平靜了 太平靜了 我想站起來 現在船已經吊頭回去了 如果我回到現在這個狀態 我覺得有點不夠 不夠娛樂性 雖然兩邊的石頭 是很特別 被風侵蝕得 這個獅子 但是真的不夠娛樂性 嗨嗨 坐完回來 大家覺得好玩嗎 對 好一般 全程總共有30分鐘 就由這裡一路去 一條直線去到某一坡 然後就U-turn回來 當中唯一可取的地方就是 那些石頭 你真的看到那些風侵蝕 很有時間的痕跡 然後沿途 都一個高點都沒有 沿途就是15分鐘去 15分鐘回 然後就這樣上船 就是這樣了 如果朋友來這裡玩的 你的時間真的很緊迫 我覺得這個可以skip 真的 雖然坐遊覽船 就有點平淡 但是大捕危的景色 確實真的很漂亮 現在我來到JR的小捕危站 好可愛的站 真的很小 很容易錯過了 我現在上去看看這個站是怎樣的 這個是小捕危站 嘩好冷清啊 聽說以前都有人打理的站 因為太少人用了 而且要折散之源 現在已經沒有人打理了 是一個無人駕駛的站 可以在這裡搭一個站去大捕危 順便可以看看沿途的景色 蛤不行了 幾個小時才一班 唯有開車過去吧 去大捕危的途中 就見到這個叫West West的休息站 但是呢 很開心啊 來到大捕危 小捕危都有商店 可以逛街 可以 咖啡店又沒有開大遊 想吃拉麵 都是吃Losan 這個炸雞 叫做Karage Kun 之前在網上見過 它在Losan那裡有部機 它那個成品就是 差一點炸雞 你付錢的時候 就按那部機 一兩分鐘 它就即時炸了一點 就掉出來給你 但是這一間 就見不到那部機 看看旁邊這裡 吃完我們才看到有支牙籤 雙唇不是給你撩牙的 應該是給你刺那個雞 就不用用手 這裡最主要就是可以在這裡玩激流 不過呢 就季節限定的 四月尾至十月才有得玩 大家注意了 大捕危車站這邊 相對就旺很多了 有餐廳 小店 還見到溫泉酒店的車 在這裡找客人 大捕危站 絕對沒有小捕危站那麼唏噓 還有一架賣票的機 我們現在在大捕危站 大捕危小捕危 是在德島縣的西面 吉野村上游的溪谷 咦 原來這條吉野村也很長 它是橫跨德島外援高枝三個縣 而它兩邊的岩石 就因為長期被風雨和河水侵蝕 變得很陡峭 和很混亂 這個名字就是因為 無論你走得快和慢 都是這麼危險的 所以就叫大小捕危了 經常都說要早點 進入溫泉酒店 現在走了 嘩 是不是單程路來的 這麼窄的 嘩?有對頭車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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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看看廁所 就是一個廁所 咦?懂得自己彈開 這個呢 就是浴室 這個浴室也挺漂亮的 無論它多漂亮 都不會在這裡沖 一定要去溫泉玩 這個呢 就是洗手的地方 也是浴室 也是浴室 放衣衣櫃 好齊全 浴衣毛巾 浴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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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外套 外套藍色 有溫泉袋 溫泉毛巾 有溫泉襪 有溫泉襪 這麼早check-in 當然想多些時間浸溫泉 而這間酒店 它就有室內和室外的溫泉 而最大特色呢 就是露天風淚 嘩!車來了 都不用手動 剛才那天打開 要按鍵 要我按鍵的嗎 真的嗎? 應該是 現在了 你來看ada lo 首先去嗎? 剛才到達 接下來 參觀第一個休息所 這裡好像是 gospeng 這邊就有בת 是 formul洱 普遍位樓 和旅塘分開 這個庭園很漂亮 你看這個庭圖 浸完熱辣辣 不要坐車了 走下去順便過一下冷河 走進去看看 前面有棵櫻花 意境真棒 如果有杯綠茶 就更爽了 時間走了 要去吃晚餐 好開心 很開心 很開心 還有豉油也很好吃 今次的和式料理和平日主要是多了炭燒魚 其他的和式料理都有刺身 待會不知道還有什麼可以拿來 這是沙布沙布 這是吃什麼的? 這個呢 這個可能是雞肉 好像我們吃到最遲 等我們吃到最遲才可以開放 他想罵我們 我們都覺得他是雞肉 嘗嘗 他很可愛 應該要煮一下 剛剛熟了就可以吃了 吃完飯走出來 就看到大堂有一塊很可愛的壁布板 叫做Where are you from? 先找你自己的旗 寫下你的名字和感想 然後找你在哪裡來 然後插上旗 一直以為最多人來四國的是台灣人 誰知道原來是香港人 看看2017和2018的旗 香港那裡都插滿了 滿到寫 這位就是溫泉酒店的老闆娘 她會無處不在地出現去招呼你 明天我們會去祖谷溪 和祖谷藤萬橋 還會入住特色酒店 如果你喜歡看的 你記得按訂閱和推介給你朋友 往哪邊 parfois要 ec inkляя 還是 duplic 然後我們玩的 我們開始 到